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超级学霸 曾经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首尔大学医学系 还是保安部队搜查科科长的儿子 然而这种身份在那个年代却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 在民主化运动中 父亲监视逮捕 严刑逼供参与民主运动的学生 是个彻彻底底的反派角色 男主也不是受父亲疼爱的儿子 是一个私生子 去过很糟糕的地方 吃过很差劲的饭 体验过别人不曾吃的苦 父亲只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一颗棋子 所以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能够更顺利 需要他和企业家女儿相亲 你们以为企业家女儿是女主 然后是一个先婚后爱的政治联姻爱情剧吗 并不是 女主名叫金明喜 是一家医院的小护士 家境贫穷 生活也过得紧巴巴的 甚至一双鞋穿旧了也不舍得换 交房租有时候都困难 只能靠给房东女儿补课抵消一部分房租 但是女主心里一直有一个留学梦 这些年她的工作时间里 也在准备着留学考试 终于她等到了德国一所大学的通知书 还顺利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 可是女主穷到连去留学的机票钱都出不起 因为买不起机票就要放弃留学梦了嘛 所以女主此刻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富二代闺蜜 也就是我们的女儿号李秀莲 父亲是一个企业家 所以从小衣食无忧 然而故事就是这么的drama 好小不强能有男主的相亲对象 就是女儿号企业家的女儿李秀莲 然而女儿号是一个热血女新年 一直在忙着民主运动 所以怎么可能看得上搜查科科长的儿子呢 女儿灵机一动就和女主做了一场交易 那就是让女主替自己去相亲 而她将为对方提供留学的机票 这个交易简直完美 于是灰公羊开始执行了相亲任务 任务的目标就是把相亲搞砸 所以闺蜜教她各种减分小技巧 比如去高档餐厅点餐 气势上就不能输 必须点啤酒 还是一口闷的那种 结果呢 男主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见招拆招 女主一看 大事不妙开启了进阶计划 以为男主是个娇生惯养的小少爷 所以带她去脏卵茶的小饭馆吃饭 自己还要吃出胃口超好的样子 试问 相亲地变在蟑螂爬满 为生超差的地方 换了谁都觉得 好感度直接归零吧 结果再次失散 我认为你嫌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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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更多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不算的 那些人不算的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不算的一天 我认为你不算一天 那你第一次相亲 这次购物 还有买店里最贵的衣服和包包 这边最贵的东西 那你这么贵的东西 这样的话一定能被讨厌吧 结果 八重一路直接上线 你选择 全部选择 不仅如此 男主还细节直接拉满 看女主穿着不合脚的鞋子 所以买了一双适合的平底鞋送给她 因为男主为何对一个第一次相亲的女生 就这么好一副肥她不去的架势呢 其实这不是男主第一次见到她了 第一次见到女主是在医院里 她和性骚扰自己同时的猥琐男大打出手 明明看起来很软弱 眼神里却是满满的勇敢 第二次见到女孩子在相亲前的一场车祸现场 女主给一名出了车祸的孩子做急救 淡定又专业 整个人像是在发光 还没有正式见面之前 就成功引起了男主的注意 直到相亲见面 女孩匆匆忙忙跑进餐厅坐在她面前 男主见到她的一瞬间笑的时候 屏幕前的我们也顿时尖叫劲 这是什么该死的缘分呢 所以还不知道女主真实身份的男主 为了和女主再次见面 决定专门登门拜访 恰巧女主正好在闺蜜家 然而知道女主是冒牌货的男主 也并没有当场揭穿 相反更加直线发球 会为了天天跟她见面 去给女主房东的小孩当家教 会旁敲侧击打听她最爱的食物 明知到对方还有一个月就要出国留学 也会毫不犹豫去喜欢她 果然那个年代的爱情 真的很单纯很美好了 可能这就是韩剧的魅力吧 越纠结你越想看 越看你发现越纠结 后面的剧情走向也变得非常复杂 男主和女儿家的两位父亲 准备联手合开企业 所以为了巩固事业 女儿必须和男主订婚 我已经可以猜到后面 跑入中带到的剧情了 这部剧不仅是个爱情剧 还是一个家庭以及历史剧 这里再次画个重点 故事的时间开始于1980年的5月 这也让暂时欢快的剧情 蒙上了一层悲剧的阴影 因为震惊世界的光州事件 就爆发于1980年的5月18日 那年的5月 年轻人用生命奔赴民主和光明 所以这里给不太知道 这段历史的小伙伴来科普一下 1980年5月 韩国爆发了民主化运动 示威活动 事情要从1979年10月26日说起 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希被刺杀 由崔归夏担任总统 此后这个总统也没有什么实情了 实权一直掌握在军人手中 79年的12月12日 一位军界强人权斗焕 发动了1212速军政变 继续施行独裁统治 随后一些民主人士和学生 都抗议游行 要求权斗焕下台 1980年4月 工人一级学生走上街头示威 百名民主运动人士 因为要求民主而被逮捕 拷问甚至殴打致死 5月17日 权斗焕实行了紧急戒严令 连夜空运戒严军队 5月18日 军队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火 所以接下来的10天里 直到27日 示威群众也被各种血腥镇压 只留下了恐惧与痛苦 据不完全统计 207人死亡 2392人受伤 987人下落不明 这场运动在无数韩国人的心中 留下了深深的疤痕 1987年6月 百万韩国公民走上街头 要求改线 期间仍有死伤 在内外压力之下 政府被迫接受限改方案 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 权斗焕也终于下台 韩国的独裁统治彻底结束 1993年 总统金有三将518光州暴动 更名为518民主运动 1996年全都幻因叛乱 内乱守恶罪 以及内乱目的杀人罪 被判死刑 光州事件在法律上 才彻底得到平反 黑暗的历史里 终于迎来了曙光 那年的5月 韩国的年轻人走上街头 不畏生死 用鲜血换来韩国的光明和民主 最终取得了胜利 回归到剧情里 虽然前几期也很诙谐幽默 但是到处都是风暴将来的预兆 示威比比皆是 每天都有学生被逮捕 但是这部剧 从目前来看 男女主都没有参与进这场民主运动 女主一心想要出国办理各种留学手续 可是关系最好的闺蜜 积极参与运动 她也各种帮忙打掩护 男主只是个旁观者 无入示威现场 也会觉得口号声吵到自己 但是因为男主是医医学生 面对参与运动的好友 经常带来的受伤抗议学生 还是毫不犹豫帮他们治疗 所以在这场历史的洪流中 谁又能真正幸免呢 其实在很多韩国 关于光州事件的影视作品中 主角也都不是真正参与的 比如电影《挤承车司机》和《辩护人》 都是侧面描绘了这场运动的惨烈 在很火的韩剧《请回答1988》中 女主德山的姐姐宝拉 参与的首尔大学示威 也让人印象深刻 民主进展的过程很残酷 但是有了这些年轻人追求光明和民主的呼声 在樱花飘落的五月 既浪漫又庄严 才不会辜负真诚和热血吧 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别忘了点赞订阅加打开小铃铛哟 那豆豆果果就下期影片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